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周二表示 美國濫用對半導體相關產品的出口管制措施 將擾亂全球貿易和供應鏈 據中國商務部稱 中國已就美國芯片出口管制措施 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起訴訟 以維護自身合法利益 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當被問及這起訴訟時 發言人汪文斌批評了美國 以國家安全名義擾亂國際貿易的做法 王毅呼籲各國堅決反對美國的 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 美國濫用出口管制措施 阻礙芯片等產品的正常國際貿易 將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造成扭曲 對國際貿易造成擾亂 近年來美方一再濫用國家安全藉口 干擾國際貿易正常開展 受到國際社會普遍反對 如果對國際人的貿易 稍候わ論貿易以上 影片請記錄 請記錄 提示